大家好 我是陈堂山 上个礼拜行政院解释长达十一年的禁令 宣布开放福岛五个县市的士兵 就是福島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中国 完全禁止日本部分地区的士兵 东北大地震 他们引发福岛电厂的事故之后 全球有55个国家 对日本部分地区的士兵采取管制的措施 大部分都是要求士兵的放射性物质含量 必须低于标准值 各个检验几年之后 没有发现放射性超标 他们就陆续解释这个限制 最后很遗憾只有台湾跟中国继续在禁止 站在维护国民健康的立场 我想我们政府对进口食品 当然要采取监管的措施 但是最重要的也要符合科学的手段 绝对不能够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不论这个食品有没有受到辐射的污染 只要是福岛五个县市的产品就全面来禁止 那这个哄斥是台湾人还是会到这些地区 到日本这些地区去旅游观光在那边吃饭 那回到台湾又把这些地区的食品 把它当成这个毒药来看待 而且不管有没有受到核子的灾害 2018年的公投 这是非常这个很遗憾的这个 2018年的公投 它直接把福岛五个县市这个产品都称为核灾的地区 这一点我们时候来看 当时这个审查这个用字 这个我想有一点这个不应该 就是它没有这个认真的审查 这这么快把它当成这个核灾地区 不过他们五个县市都 公投里面都讲这个核灾地区 那这个食品也关上核子的称号 就把这个核子的这个称号 把它弄在里面 让人家来公投 那遗憾的是台湾人因为资讯不透明 所以当然会产生这个恐惧的心理 那导致700多万人反对这个开放这个食品到台湾来 可是大家都可能都没有想过 当我们说这个核子的词头 我们讲这个核子这个时候 那就反映是我们对日本政府 跟当地人民的一个启示 看不起他们当地人 看不起日本政府 因为这两个字就表示 这些地区的食品受到核子的污染 日本政府既不检查 也不禁止 对 并且我认为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结束 所以不但故意让日本人吃 还要把这些东西外销到我们台湾来 但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将心比心 去年中国用这个借骨种 这种叫盖骨堂 当这个理由 来全面禁止台湾的奉利 的时候 就是台湾的往来 不可以出口去中国 那我们都非常愤慨 那政府拿出数据 来证明奉利没有问题 我们政府就拿出这个数据 可是中国还是不接受 同样的 当日本政府拿出科学证据 我们也不相信 那这种态度 要怎么样能够证明 我们跟世界各国 进行公平贸易呢 别人跟这个公平没有 人家这个数据拿出来 有科学证据 我们还是不相信 所以开放福岛五个县市食品 虽然不代表台湾可以 加入CPTPP 但是至少可以让 废人狗知道 台湾跟他们是一样的 没有启示 特定国家的产品 而且有意愿在公平的 国际贸易体系里面 来扳演一个负责任的 利害关系者 这就应该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立场 谢谢大家